我们这一期课 那涵盖从入门到进阶 从那个VBA到Python 涵盖的面向还蛮广泛的 因为我算对城市 有一定的教学经验 但实作经验也不可或缺 那里面的话 大概会有这一些东西 从基本的那个开发环境 所以今天的话 基本会把那个Python的环境先建置起来 建置完之后的话 有些基本的那个语法 可能像变数的建立 跟一些资料形态的转换 再到那个基本的像什么结构控制 比如说像那个逻辑的判断 像以前VBA我们也讲过了 可能有一重逻辑 两重逻辑 多重逻辑 那其实呢 在那个Python里面 也其实有同样的东西 只是说换一个环境而已 那另外的话 当然还有所谓的回圈叙述 那回圈叙述在VBA里面 也会有像那个for回圈 像其实VBA里面也有fire回圈 只是说我们用的比较少一些些 那在Python里面 同样会有这些东西 回圈主要就重复做什么事情 反正你告诉他说 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如果不断做的话 你用fire回圈 如果说你要做几次就停下来 你用for回圈 大概的概念是这样子 OK 那里面的话 大概就是说 再来就是说VBA之前 我们也许有写过的东西 你如果用把Python改写也不会 其实都可以 没有问题 写过的东西 那边其实是相通的 那只是说 因为一个是要付费软体 那一个可能是自由软体 那另外的话 在ECO里面可以用 一个是在ECO以外 也都可以用 那像Python 现在用的地方都非常广泛 因为它跨平台 无论任何环境 其实都可以用 甚至是现在的那个什么 树莓派上面也可以跑 IoT 物联网 微型装置上面也可以跑 所以Python的延伸性 其实比较相对的 还是比VBA来的大太多了 因为VBA在ECO里面是OK的 可是离开ECO 它就不行了 那目前ECO有的环境 大概就是Windows 你都是Mac 那个苹果电脑上面也有 不过除了Linus上面 当然就目前没有Office 所以就没有办法在上面RAW 那其他的话 还有像在那个 档案的读写部分 我们会讲一下 比如说档案怎么读进来 怎么去做处理 怎么写出去 这个还蛮重要的 另外有关资料库部分 可能基本的话 因为Python里面 会有一个SQLite资料库 反正最基本的 你一定要会什么呢 怎么样建资料库 建资料表 资料表有哪些栏位 栏位里面 你怎么样把资料写进去 写进去之后 怎么样把它读出来 对不对 写进去读出来 最重要是这两个 写进去读出来 再来的话可能就是 在做修改 update里面的资料 再来删除某些资料 所以会有一个CRUD 就是新增查询修改删除 大概就是这些功能 可能我们基本上 其他SQL语法都可以用 这是相容的 你只要不用很奇怪的东西 其他的话 还有像那个网页的截取 那网页的截取就是 好像我刚刚看一下 玩座同学想要学像 像爬虫 怎么样把网路资料抓下来 并且做后续处理 塞到资料库 或者输出成eSale 都没有问题 其他的话 还有像跟eSale之间的 做资料的交换 因为其实 python虽然说它其实 可以用的环境很多 不过大家现在用来用去 还是很习惯用eSale 所以最后的话 还是希望说能够输出 输出成一个eSale是最好的 或者再不然就输出一个csv 因为csv直接可以用eSale开启 所以怎么样跟eSale之间做交换 因为最后 我发现外面很多那种开的python课程 讲完之后都比较偏重在 可能工业上应用吧 比如影像辨识或物联网 可是商业用途上面也是很好用 可是讲的就不多 还有怎么样跟eSale 因为最后你 大家还是希望看到eSale的档案 你不要给我一个资料库 对不对 给我一个我不能用的东西干嘛 就给我一个jackson 给我一个奇奇怪怪的档案格式 最好的方法就给他eSale就好了 eSale他就没有问题 如果eSale都不能开的话 那那个环境其实是有一定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呢 怎么样把它输入的eSale 跟eSale之间互相搭配 甚至未来的eSale的版本 可能不只是只有VBA 现在微软已经考虑把python 加到eSale里面 也就以后开发环境打开 可能有两个版本让你选 你要用VBA 还是用python来写 那个程式 可以让你选 而且已经掉好 我不知道哪个版本 会不会下一个版本 就是会直接把python加进去 不过这可能性其实还蛮大的 那只是说什么时候会看到 不知道 那因为目前我知道 因为蛮多学这个课 很多是跟金融业有关 那金融业很奇怪 想学但是 他们电脑又没办法装 装要申请 那什么不用申请 VBA又不用申请 所以他们就只是 大概想说先学着吧 之后什么时候用不知道 或者是说呢 学完之后 可以再把它输出成eSale 可以用的那个档案格子 我刚刚讲的 那其他的话 当然我们会考虑到就是说 目前呢 交换资料比较常用像CSV 我刚刚提到Json或者XM 档案呢 如果这个档案 假设是在档案 或者在外部的网路上面 像现在开放资料 很多都用这些格子 那这些格子档案给你的话 你有没有办法 马上把它做一个资料处理 并且会处理Sale 或者是塞到资料库 里面 抓要怎么抓 然后处理完之后 丢到资料库里面怎么做 或甚至资料库的东西呢 可不可以再输出成 一般人要的格式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讲的重点 不过呢 我基本上 不会把程式写得非常复杂 尽量程式越简单越好 我发现写了一大堆 我有看别人的东西 我发现奇怪 程式怎么会弄那么复杂 越简单越好 程式越少越好 对不对 越精简越好 所以这个也是我很喜欢Python一点 因为Python以前要写一堆程式 Python这两三个我们就写完了 实在太好了 OK 太好用了啦 相对的只是说 你也要能够懂得它这个精简 去变速程式的这些算是技巧吧 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会在后面分享给大家 怎么去使用Python 帮你处理你想要处理的资料啦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后面也许我们再来就先讲一些档案 然后再来就是说呢 延伸到抓取网路资料部分 那网路资料 还可以跟资料库串联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常用的像 台语外汇部分 或者是说雅虎的股市资料 那雅虎股市资料最近有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 如果你用VBA去抓的话 陆日聚集 你会发现抓下来的资料是乱码 而且很多人跟我讲 我刚开始觉得好像没有 我不会啊 如果我在这次试做发现 真的就有问题 如果你是用那个 Excel去抓雅虎股市资料 抓下来的资料是乱码 那怎么办呢 你用Python就好了 Python就没这个问题了 不然的话VBA 你不能用录制聚集 你可能要自己写程式 比如说我试着用 引用那个IE浏览器 把它当物件引用进来 利用IE浏览器里面的动作 去抓资料 抓下来没有问题 也是OK的 也许后面的话呢 我会把那个 怎么抓取资料这部分 也许再慢慢分享给各位 这些心得分享 因为很多东西真的都实做 看似其实平凡无奇 但背后的心酸血泪 是没有人可以理解的 不过就是一个持续性的 就是你就是要把问题 解决嘛 那想的方法 当然第一个 还是要越简单越好 那有些东西的话 就是你要找对方法 然后这个方法也许 你也许在市面上书籍 也许没看到 网路上也没人讲 怎么办呢 你要自己想办法 把那个问题 那个程式写出来 至少就是比较不容易的 所以很多程式 我的程式绝对都是我自己写的 每一行都是我自己写的 所以我写出来程式都有一个共通性 就有我的风格 一看就知道是我写的 为什么 我自己写的程式怎么这么干净 用干净来形容程式 那其他的话 当然你还可以连结像 MySQL 不过这个MySQL 或者是说你可以连结 那个云端资料 其实都可以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会 再跟各位做说明 那其他的话呢 刚刚提过问卷 大概有时间再填一下 另外的话 今天第一次上课 那要找到我很简单 Google 乌老师 第一个就是我的 教学部落格 那因为我已经长期 其实习惯上 会写一些教学部落格 就是文章 然后会分享出来 那第二个就是 我之前教了蛮多 跟Excel VBA课程 那也教了手机APP 或者是说 动态网页的这些课程 程式语言 我教的至少不下十种 OK 几乎每一个商用的 我几乎都涉猎过 只是说呢 这些东西的话 当然最重要还是解决问题 对我来说 每一个都是工具 你说哪一个好 反正黑猫白猫 会抓老鼠都是好猫 对不对 你又不是说 你养一只猫来观赏的吗 对不对 或者是养一只猫 只是纯粹是好玩的吗 我们不是 我们这猫是真的能够帮你解决问题的 而且呢 可以帮你省下很多时间 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那当然这相关课程 其实开车还蛮多的 所以你可以在我部落格里面看到 然后这相关课程开了洋洋洒洒洒一堆 然后之前交的比较多是VBA 最近交比较多跟Python比较有关系 我想可能就是一个风气使然 那我的经验里面 第一个我程式撰写的经验超过二十年了 教学经验也大概接近二十年了 然后我曾经有创业经验 然后也拿了一个就是 结出创业楷模的奖项 五年的执行长经历 那目前的话呢 就是到处讲讲课吧 做自己觉得可能比较快乐的事情吧 所以来上这个课的星期一定要愉悦的 否则的话像教这种程式课 真的是很辛苦 因为你要把这个课讲的 让人家觉得开心不可能 越讲好像大家脸色越沉重 为什么那程式怎么这么难 老师你也会讲简单一点 这才是最困难的 后来我发现最难教的就是程式 所以我后来反而教程式的机会 就越多 因为我发现这种课 绝对不会有老师跟我抢 因为没有老师愿意教程式 因为程式真的很难教 尤其是你要把它教的 能够让人家很容易理解 这个是最困难的 因为我很奇怪 反而是越简单的事情 越觉得没兴趣 反而越觉得越困难的事情 我就越觉得这个东西 反而有意思 你要把人家听不容易 讲得让人家听得懂 这才是不容易 因为像关系 所以接受一些采访 这不是重要 志强工业基金会颁奖给我 去年的时候 颁一个卓业贡献教师 文大那边也颁一个奖 叫趋势先锋 为什么要趋势先锋呢 因为可能 比较我的这个 比较敏锐一点 就是对于未来的趋势 可能也许我 我大概 比如像拍人这东西 我觉得它很重要 所以很久以前就开始设立了 反而哪些东西是觉得蛮好用的 也许我就已经先准备好了 当大家需要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可以告诉你怎么去用了 所以当然这也许是需要有一点 长期的 但我使用程式也不是说 因为我的工作 只是为了工作 只是为了什么原因 其实很多原因也是因为兴趣 来帮人解决问题 解决别人无法解决问题 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证照也是一堆 那最近的话 Python也有一张证照 刚好国内有一家 证照公司推出 那下个月也准备去考二次 有个教师研习 也是Python的证照 也许之后 有时间的话再跟各位分享 那另外的话呢 你Google吴老师 好像第二个连结 也就是我的教学频道 那我的教学频道 目前的订阅人数超过 应该21k了吧 2万1000多人 然后呢 观看次数也大概 突破大概500万次了吧 也就是我会把影片放在YouTube上面 但如果你要看完整的话 可能还是要上课的同学才看得到 然后呢 你自己可能要提出申请 上面有个连结啦 你自己在提出申请 然后告诉我你是谁 OK 这样我觉得应该合理啦 而且你要真的需要 那你也不要滥用它 因为主要我会把它录下来提供给你们 主要是希望你真的可以学好 然后真的可以用在工作上面 然后让你的同事刮目相看 以后我问你说 哇你怎么这么厉害 那你当然可以跟他讲说 因为 算了 自然而栏这种课程 当然会比较收到欢迎 因为这样的关系 那个Google每个月 也会给我一些好的用钱 然后我也就是证照也参加那个審题命题 反正都都参与过啦 所以这一次他们那个多一个拍神的证照 那我想也参与一下 所以我要报名之后 那个成败马上看到 马上就帮我和销了 他说 那个费用 老师可以 我们这边用公关费帮你cover掉 因为那有报名费嘛 不过呢 当然有的时候 人家想要给你好处的时候 其实他是希望你帮他一些忙 有一种那种预感 不过后来他马上说 老师你可以帮我一个忙 所以都没有好事 那参考书的话 我是建议上面这一本是比较基本的 所以如果上课 你希望能够还有个参考用处 当然你看我云端讲义 其实也许够啦 但是有些理论的部分 我可能没有办法讲的 像书里面讲这么多 因为书里面为了要 字数够多嘛 厚度要够厚 所以他会讲一些 可能我没有讲到的东西 重不重要 我觉得有的时候 如果你要了解一些来龙去脉的话 或许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我是把书当成是 需要的时候在看 有点像字典一样 你如果不懂那部分 你就去把它拿来参考一下 那下面这本书呢 是国外用 在这本书比较进阶 这两本书提供给各位参考 有需要的话呢 你自己再去把它购买 我好像我不知道 你们上课这一次 有没有包含教材的费用 因为上一期好像是 有会给你们一本书 那再来的话呢 Python的设计哲学 我觉得啦 如果因为我以前教过像Java 我发现它如果比起Java 真的是可以说用优雅 可以用简单 可以用明确来形容 一点也不为过 因为很多东西都省下了 省掉了 比如说第一个 资料形态问题 就是你要宣告 以前写VBA的时候也不用宣告 Python也不用宣告 我觉得这两者 为什么 因为你宣告之后 你就要确定说 你这个变数里面 只能放什么资料 那只能放什么资料 就会有它的限制 OK 所以大数据 里面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资料来源一定是 什么长度不定 那不定的话 你如果先给它定义一个 形态的话 那可能就有问题 如果你抓网络资料 抓下来的东西 可能不确定是什么 什么样类型的资料 可是你问题 像以前你写Java 你要先宣告好 那你宣告好 可是来的东西 跟你抓的东西不一样 那就可能会有问题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Python的这相关的概念 其实排名一直往上提升 那今天的话 也许我们就直接来看 就是这个环境的部分 那我刚刚提过 其实Python 跟那个VBA比起来 那最大的差异 就是VBA以前 我们直接开启开发人员 马上就可以写程式了 我觉得这个微软 这个东西真的是太棒了 因为几乎没有一个开发环境 有这么方便的 以前可能用别的环境 后来用一用 觉得发现还是最简单 打开 另外的话 VBA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如果用Python 你可能要另外 要有资料可以放的话 就是放到资料库 可是VBA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把资料 直接把ESEL 当资料库来用 它的栏 不用重新定义了 反正A栏 B栏 这个有点像资料表 资料库里面的概念 列的话都有了 所以其实ESEL 好处就在这里 但是它缺点是说 如果你处理 处理比较大量的资料的话 那可能就有效率上的问题 那今天的话 第一个 我们先直接来看一下 就是有关开发环境的部分 那开发环境第一个 我们可能要到网路上去抓一点东西 所以待会请各位 先参考一下下载档案的 这个里面的那个云端白板 云端白板里面的话 有一个就是第一个章节 建置Python环境与程式测试 那你把它打开之后 首先第一个 你要知道Python的环境 安装起来稍微麻烦一点 因为它不是商用软体 也就是说你没有预先付它任何费用 所以它没有义务 帮你把环境弄得很好 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 有点像你今天是自助餐 跟你到餐厅用餐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你去餐厅还要服务费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今天 你要想自由软体 自由软体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你今天是吃自助餐 你要自己把环境弄起来 那待会的话 可能会需要装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Python的环境 因为你要run它 第二个是你要有个开发环境 那开发环境的话 最好是图形化的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自己要在像 就是像记事本里面上面打程式 然后又没有任何提示 你可能要从头到尾把程式全部打出来 而且又黑白的 然后如果错一点地方 砍拍耳就会失败 这样很辛苦 所以最好是有一个环境类似VBA 然后它又可以建专案 它又可以建什么 建立像模组 你可以把程式写在这边 然后写完之后它会是彩色的 如果有错误它会告诉你 所以我们会需要一个什么 开发环境 那这两个东西待会会讲一下 所以也许你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这里面第一个怎么去下载Python 第二个的话可能会用Eclipse 这个环境的话就是一个整合型的开发环境 它的好处就是怎么样 可以帮你管理你的专案 可以帮你建立你要的程式 也许模组 做一些后续的 请各位先试一下 待会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第一个 如果你已经填好问卷 那你就先再往前推进 先看一下那个环境部分 第二个的话 那我们会再来就是说 把那个环境弄好之后 就开始来写一点东西 然后顺便了解一下 VBA跟那个Python之间的差异 那以前如果有写过类似东西 你可以把类似的概念 把它转写到那个Python里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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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